8月15日晚间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是个难过的时刻 原因并非是竞选进程的不顺利 或者抗议工作的道远且见 而是他最亲爱的弟弟 罗伯特特朗普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病逝 享年71岁 这位小美国现任总统2岁的特朗普 一生致力于商业也颇有成就 先年在华尔街的金融行业大展身手 后又回归家族企业主管房地产业务 也就是特朗普家族起家且看家的生意 让特朗普最为难过的是 这位去世的弟弟是其最为亲密的兄弟姐妹 特朗普直言 他是他生命中唯一一个叫过亲爱的男人 除了替家族打理生意之外 罗伯特还非常维护他的家族 以及他哥哥唐纳德的生育 近几个月 特朗普家族另一个成员极为亮眼 那就是一心要写书爆料脏美国总统的 玛丽·特朗普 罗伯特曾经为了限制他新书的出版 不惜以特朗普家族的名义 申请临时禁止令 当然最后此事以失败告终 但也足以显示他对哥哥唐纳德的忠心 不过罗伯特与唐纳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 他常常以随和待人接物 以安静沉沦著称 这显然与当今总统大相径庭 所以罗伯特在其家族集团中 亲切的被员工公认为最友好的特朗普 目前截止小编发稿时 关于罗伯特·特朗普的死因 依旧是绝密信息 所以世人对此纷纷猜测 目前有一种说法 来自于特朗普家族的一位秘友 那就是罗伯特在一次跌倒之后 出现了脑部出血的症状 随后一直在服用血液吸水类药物 但是其实现如今更多的猜测 则是因为其不幸感染新冠病毒不治身亡 对于疾患新冠肺炎的猜测 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也主要是来自于 对罗伯特死因隐瞒的扑朔迷离 如果真如前文所讲死于脑部出血 那并不必要隐瞒 生老病死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话题 就如目前特朗普的大选竞争对手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长子 五年前死于脑癌 而特朗普家族 目前对于罗伯特死因的隐瞒 是否就是为了保护特朗普 能够顺利连任美国总统 因为特朗普现如今最大的诟病 就是对于此次新冠疫情控制的 极为失败 美国成为了世界上 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现如今已经确诊了将近550万例 姚姚领先第二名将近220万人 如果他的弟弟也因为新冠而去世 则是对特朗普执政能力最大的否定 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行为 对于两个月后即将到来的大选 非常不利 当然关于罗伯特的死因 目前都是猜测 希望不久后将会做出正式的公告说明 人死不能复生 让我们为这位最友好的特朗普 进行深深的哀悼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